货船达利号星期二 撞垮了美国巴尔迪摩一座大桥 导致6人罹难之后 新一次当局开始轻易残骸 与此同时 华府则火速拨款6000万美元 相当于2亿8000万令吉 用来重建这座倒塌的大桥 希望让商业航道 最快在一个月之内恢复运作 位于美东地区最大卸货港口 巴尔迪摩港到法兰西斯 史考特基桥遭到货船碰撞坍塌多天以后 当局新一次开始清理残骸 军方出动可负重1000吨的起重机 到现场协助移走最大的残骸 另一架400吨的起重机 预计星期六会运抵现场支援清理工作 不过当前要移走肇事货船 和各种残骸谈何容易 由于船头已经损毁了 而且整艘货船正在逐步下沉 各方只好加紧脚步 优先清理两座小墩中间的残骸 放眼最快一个月内 重启这条主要的航道 美国联邦政府 政府的公路管理局新一次同意 拨款第一笔应急资金达6000万美元 也就是2亿8000万令吉 以加速清理残骸 重建巴尔蒂摩德大桥 不过根据美国官员初步估计 这座坍塌大桥重建费用 实际上达到20亿美元 也就是94亿令吉 联邦政府初步承诺会负责到底 我们必须部发展 第一 uso的 continue to focus on recovery because it is our obligation to bring a sense of closure to these families 第二 we need to clear the channel and open vessel traffic 由于坦塌事故已经过去两三天 而当地的水温低 美国海岸巡防队的挖人 打到了两具遗体以外 目前已经宣布 停止在残骸间搜寻任何人 推定全数已经罹难了 这四人都是拉丁美洲移民 远在宏都拉斯的家属则 促进美国能够重启搜索工作 哪怕是这些人的生存机率非常渺茫 作为汽车主要出口港的巴尔蒂蒙港口 短期内难以恢复运作 一些汽车制造商的零件供应可能受阻 纽约和新泽西州政府承诺 会协助处理部分滞留的货柜 希望尽量降低这起他桥事故 影响全球供应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